賴清德肅彤彤 上香至敬 身身一鞠躬 氣氛莊嚴肅目 佛光山的開山 宗長新雲大師 元宵當天元吉 享其瘦97歲 開放民眾追思緬懷欺貼 副總統賴清德現身吊嚴 所以今天我特別來向 大家敬仰的新雲大師致敬 來送他一層 並深深鞠躬 同行的還有監察院長陳菊 以及南高平三位首長 黃偉哲 陳其邁 周春敏 共同表達對新雲大師的不捨 新雲大師的精神 抱擁 打氣 寬容 對所有欣賞都同等 不捨 還有懷念的心情 來到佛光山 來向新雲大師說最後的報道 不只民進黨齊聚吊嚴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也協同 妻子低調現身 法師也談起新雲大師 五十年前創辦佛光山 開發二十甲地的回憶 曾有信徒問新雲大師 怎麼會選這裡見佛光山 這是連鬼都不到的地方 大師則回 鬼不來不要緊 只要佛來就好 更有人說山門前高平息 錢才會往外流 大師也笑回 法財之水 本來就應該奔流四方 讓佛法走向世界放光 大師的智慧由此可見 三立新聞徐氏庭 武惠山高雄報導 還記得一年多